纽约会客室由Chase赞助播出 欢迎走进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的钢琴家陈杰 欢迎你 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欢迎 虽然我说你是来自中国的钢琴家 但其实呢 我当时是特别想说 犹豫了一下 应不应该说中国 因为你是在美国成长起来的钢琴家 对不对 13岁就全奖考入了这个科蒂斯 然后16岁的时候呢 就开始和这个世界各大交响乐团合奏 进行演出 那后来又来到纽约 读了这个研究生 诶 整个这些经历对你来说 你觉得是在美国的时间更长 对你来说 还是你现在觉得 诶 好像一半一半 现在在中国也待了足够的时间 我觉得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 大部分的人啊 可能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 很多人是在飞机上度过的 到处飞 可能也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时间长短 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 像我是13岁就来了美国 那可以说是整个青春期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一段时间 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对 美国长大 受了教育 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 大家就是地球人了嘛 应该是 其实也经常回纽约对不对 对 也经常回美国 那这一次是因为 要在纽约开这个 独奏演唱 独奏音乐会 这是你第一次在纽约开吗 不是吧 应该 当然不是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 它意义比较特殊 是因为我这次不单单是要看音乐会 那么还要进行一个 为期两周的一个大师课 参加纽约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钢琴音乐节 是International Keyboard Festival 那所以在这两周期间呢 我会和来世界各地的这个学生 进行一个学术上的一个分享和交流 那么最后也会给大家带来一场 我的中西结合曲目的一个独奏音乐会 听说这场音乐会 其实和你之前在这个上海音乐厅 举办的这个曲目 差不多是吻合的 对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音乐会的题目 就叫轮回 我觉得它其实是有蛮多寓意在里面的 那一个是我觉得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 它其实有很多共鸣的地方 也有很多相互学习借鉴的东西 那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轮回 那包括像我在中美两国之间的 这个学习工作的经历 我觉得也是一个轮回 那像现在我经常在两国之间进行一个飞 就好像昨天我还在和我妈妈通电话 我说我觉得像两天前的同一时间 我还在上海 那现在我就已经在了这一边 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看你这个音乐会的曲目 除了这个舒伯特的这个基大调之外 还有这个四首非常著名的中国名曲 这样的曲目搭配 你是如何设想的呢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很希望把我们国家的这些非常美好的音乐 带上主流的一个世界舞台上 那我觉得像现在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非常多的留学生 包括很多人在这边工作 学习 我觉得我更多的是也是希望 他们在听到我的演出的时候 也会有一种非常亲切 好像回到家的感觉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通过音乐 这个没有国家的语言 可以把大家都联系在一起 而且这些曲目都是有难度的 尤其是这个你的前半部分 舒伯特的这个基大调 好像是一首曲目 它就长达50分钟 对 我觉得西方音乐和东方音乐 它的难度非常不一样 西方音乐它非常注重整个曲子的结构感 那也有很多这个曲式啊 和声啊 包括它的整个体量都蛮大的 就好像你前面刚刚说到了 这一首曲子就有将近40多分钟 那所以它对于演奏者的耐力 还有我们说这个记忆力 对 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通常会很多人谈到中间 可能就会疲劳了 可能会出现这个失误 对 失误 类似于像歌唱演员的旺词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你的一个 注意力高度集中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那我觉得东方音乐它的难度在于 你需要用很抽象的一些表演手法吧 来描绘出一个非常画面感的一种音乐 因为东方音乐我觉得它是非常画面感的 就是可能它是一种这个抒情的一种写意 就是你得用你的技巧的 就是你的感觉 融合你的技巧 给大家描绘出一幅 像中国山水画那样的意境 对 对 包括像这四首曲子 你看春降花月夜 平湖秋月 百鸟朝凤 包括最后的梁柱 其实它们都有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标题 那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标题呢 你又要像中国的这个水墨画一样 就是有很多的留白 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所以你怎么样做到 又具象但是又写意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作为钢琴家 我知道你是经常在这个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演出 但是这里呢 还要跟大家说一个你的另一个身份 这个身份我估计跟很多观众说 大家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惊讶 你从2011年开始就创办了上海理工学院的 是理工学院还是理工大学 理工大学 理工大学 理工大学的音乐系 而且现在一直担任这个系主任 当钢琴家和做这个学校的管理 尤其是这个音乐系的系主任 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两个职业 你是如何进行这种角色转换的 而且尤其是在你26岁的时候 那么年轻 为什么敢于接受这样的挑战 对 当时我应该算得上是 应该全中国吧 最年轻的一个系主任 对 而且很大的一个挑战是因为 我需要在一个理工科院校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创建这样的一个音乐系 但我当时一直有一种 有一种理念吧 就是我觉得音乐 它不应该是只属于一小部分人 尤其是它不应该只局限于 可能学艺术的人 或者是音乐学院的人 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我希望它能够最后像 我们说的英语 或者是数理化 我觉得它应该是现代人 尤其是新一代的孩子 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必备的一种能力 我们现在经常强调说 这个审美力 我觉得其实就是 你要学会一种发现美 创造美的一种能力 那我觉得音乐其实就是 向孩子们灌输这种素质教育 最好的一种手段 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 说我要在一个 看似最荒芜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能够拨下这颗音乐的种子 我看看它能不能够生根发芽 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年多快六年了 我们也 我们拿了也 应该说是做出了很多 令人可喜可贺的成绩吧 成立了不少这个乐团 是 拿了很多奖项 对 而且你自己也主办了很多这种 音乐散事和活动 也是在我们这个学校 成功地建立了这个音乐系之后 国内有非常非常多的综合性大学 甚至理工科大学 也都相聚地开设了这个音乐系 也是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 哇 没有想到理工科的孩子 在台上也可以这么地光彩照人 也可以 这么地富有创造力 想象力 甚至我发现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因为他们不是这个专业的学生 那所以 他们来选择我们的 我们的课程 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热爱 他们真的是见缝插针地 找到时间来练习 来听课 来排列 那所以他们在舞台上 所表现出的那种热爱 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还强过专业远校的孩子 我怎么感觉 但是我想 作为那个时候 你的这个 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国际上 有很多展露头角的机会 有很多演出的机会 这呢其实是当今 现在很多的这个纽约的青年音乐人 他们梦寐以求的 想要得到的机会 但是你为什么可以在那个时候 念完研究生 你就决定要放弃 就是可能在美国成为这个职业演奏家 的这种艺术生涯 回到中国去做这种教育工作 我觉得是蛮多因素的 结合在一起吧 我觉得第一是 可能因为我出道非常早 因为我从16岁开始 就拿了很多国际上的大奖 11个是吧 对 所以很小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 带着一个suitcase 带着一个行李箱 我就满世界的飞 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 我记得我就是会一个人 可能躺在这个酒店房间里 看着天花板 我就在想 我说 哇 接下来的40年 我都是要这样子 要过这样子的生活 对 要过这样子的生活 因为我非常小 我就体验到了 作为一个巡回艺术家 他要过的一种人生 那所以就是在我23岁左右的时候 对 差不多 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说 我觉得我需要多体验一下 不同的人生 因为我觉得一个艺术家 他需要不停地给自己充电 不停地丰富自己的 一些内涵和修养 否则的话 我觉得我就是变成了一个 可能从17岁开始 就活跃在舞台上 不停地演奏 不停地飞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艺术家 我甚至可以差不多 看到头了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想 我说我要放下这一切 我说我要重新地去 从另一个角度 来更好地理解这个艺术和音乐 选择教育 是你当时就下决心 说我毕业之后 我觉得不单单是教育 更多的还有包括说 我想研究中国音乐 因为我当时有一种 非常大的一种冲动吧 我觉得我对于中国音乐 有一种很天生的一种共鸣 但是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中国曲目 也没有很多人可能意识到 其实中国也有这么多丰富的音乐文献 所以我就在想 我说能不能用我学到的这些钢琴的技艺 来把这些中国传统的名家的作品 能够改编成钢琴作品 然后更多地演奏 对 这个和你自己的演出经历 有怎样的关系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想其实无论是你 当年在这个上海音乐学院复晓 学习钢琴 后来在美国的科蒂斯学习 包括曼哈顿音乐学院 所有这些你肯定练习的 学的都是西方的音乐 你在舞台上演奏的 应该也绝大部分都是西方的音乐 为什么你会对中国的曲目 产生那么强烈的这种情感 以及要想把它推向世界舞台的这种愿望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从小到大其实受的教育也好 参加比赛也好 包括最后演出也好 其实演奏的都是西方作曲家的作品 那所以等到我足够有话语前 可以选择自己想弹什么曲子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想 多演奏一些中国的音乐 因为我觉得可能当你达到了 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可以有选择的说 我想弹什么曲子 不想弹什么曲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决定 你自己来决定什么样的音乐 更能表达你自己 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 其实你拥有自己的声音 或者是你拥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曲目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上 包括现在也是 我觉得中国音乐对于我来讲 一直有非常特殊的一种共鸣 好 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到下面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陈杰 其实之前我们有聊到 关于这个中国的民族音乐 还有包括这个民族文化 你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像比如推出了这个中国名曲集 以及和这个新西兰的交响乐团 一起合奏演绎录制了黄河 而你自己也改变了梁柱的钢琴曲 那所有这些对中国曲目的这种改编 包括推广 目前来看已经出见成效了吗 在这个世界舞台上 我觉得还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的 那像我自己前面推出的两张专辑 在国际上也是获得了很多 这个评论家的好评 那现在其实你也能看到 越来越多的中国 不单单是中国钢琴家 我觉得其实外国钢琴家 他们也开始演奏中国的乐曲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非常正面的一些反馈 那中国乐曲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钢琴嘛 或者说交响乐 就毕竟是源自于西方的 一种音乐形式和艺术形态 那我们中国的钢琴曲 放在这个世界性的 这么一个西方的话语环境当中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或者说 就是说它以后真的可以 像西方的音乐一样 成为被这个大众接受的 一个公认的世界性的曲目吗 在你看来 我觉得首先中国的乐曲 包括像很多中国的文化本身 它有它的局限性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大家必须要面对的 一个事实 就是它可能在很多方面 比如说它的丰富性 它的乐曲的一个庞大性 可能你都没有办法 和西方的一个音乐文献去相比 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 尤其是我们 就是这几代音乐人吧 我们能有机会到海外来学习 能有机会接触到 这个世界上一流的一些 这个音乐教育的一些理念也好 方法也好 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传承了 这个中国音乐的一些特点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多需要做的 接下来是很多创新改编 包括可能吸取很多西方音乐的 一些好的地方 能够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 是这样 那我们换个角度 从你的这个教育理念来说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有这个机会 接受这个西方的这种教育 那你从13岁开始 就在接受西方的教育 现在你回到中国之后 因为你原来也短暂的 也好几年在这个音乐副小 学过这个中国的音乐 你觉得你的在西方形成的 这种音乐教育观念 是如何影响你自己的教育观呢 现在你的教育理念当中 有什么是中西合璧的 有什么是完全西方的 或者是你依然保留了 东方的某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在我的教育当中 我非常强调的一点 就是培养学生的自信 因为我觉得在过去 可能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特点吧 就是我们非常的谨慎 我们也非常的追求完美 我记得那个时候小的时候 我学习的时候 通常是一套曲目 我们可能要练上一整年 一定要把它打磨的 真的是认为是完美无缺了 我们才敢在公众上展示 但是我觉得 就技巧上面 对 技巧上面 而且就是不能允许任何的错误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记得 就是对错误 错验是零容忍 但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 更多的是要鼓励孩子们 多在舞台上寻找那种舞台上的自信 因为往往很多时候 你如果把这一块忽略了的话 你在琴房里 可能练得再好的东西 可能你一到了舞台上 就会大打折扣 那我觉得反而 比如说西方教育 它非常鼓励这个 孩子们的一些自信心的培养 一些表现力的一些培养 让他们的选手 包括他们的孩子 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舞台上 其实发挥的会比在台下还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他们日后 包括他们的职业生涯也好 他们可能参加很多比赛也好 其实给他们都是带来非常大的一些 带来非常多的好处的 因为他们非常懂得 如何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 所以我觉得就 我拿这一点作为例子 就是可能 就举一下我在教育中 可能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吧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对于非音乐专业的学生 这种美誉素质的这种培养 其实这个确实也是 就是说怎么说 它是一个提高全民素质的一个途径 我们说欣赏美 或者是说接受美 懂得去欣赏 这个本来就能够让你自身 得到很多愉悦 可能尤其是对于一些工作相对枯燥 可能平时思维方是比较偏理科的 那有一些音乐方面的接触和教育 能够让他自己在生活当中 可能找到他自己的这种乐趣 同时其实也是一种平衡 就像我们说左脑和右脑 这个可能就是说 我们通过一种科学的方法 从这个大学教育开始 就告诉孩子们 其实人他本来也是一个 非常多样性的 这么一个我们说物种也好 那对于你来说 现在带着这些非专业的 我们说琴手也好 或者是这个青年音乐人也好 在舞台上进行演出 会不会觉得 其实有时候还是想要 带一些专业选手 因为如果他们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 获得名次的话 对于老师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宽慰 怎么说呢 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觉得在未来 专业这个词的一个边界感 可能会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弱 因为我觉得 像我们过去总觉得说 你学什么专业 你未来你就做什么 但我觉得现在几乎80% 甚至90%的人 他们其实最后从事的行业 或者是他们最终发现 他们最喜欢的行业 最后能够展现他们的才能的 其实和他们学的专业 没有任何关系 没错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教育 它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东西 它其实很多是潜移默化的 一个埋下去的一个财富 那你什么时候会用到它 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 打个比方说 像你刚才说到的 可能我如果培养专业的学生 他们取得更多的奖项 对于我来讲 可能是一个更加 切实可见的一种奖励 更加直接的 对 更加直观的一种回报 但是我觉得 其实对于我来讲 包括现在像我们这个团队里的 老师来讲 我们也觉得 我们看到这个学生 在他的个人成长中 切实地得到了提升 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 医疗器械的学生 他过去是非常腼腆的 他其实在实验室里面 做的实验室都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他就是不会表达自己 他甚至有点自闭 那其实他自从在我们医院系 学习了之后 他承认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非常开始 就是乐于和人们分享 他的很多的研究成果 那这个在他日后 毕业了以后的就业上 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看到 这样子的孩子 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就是他其实学的是康复医疗 那我们大家觉得 这个可能跟音乐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但他非常非常喜欢钢琴 他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 就是为了挤出两个小时的时间 在上课前八点钟之前 练两个小时的琴 那他那天来跟我说说 陈老师啊 我的硕士论文啊 我就想写这个 探讨这个肌肉康复 和练琴中间的一个关系 他说我就想研究这个课题 他说因为我觉得 我学习了这个骨骼结构啊 肌肉结构啊 这个在帮助我练琴中 可以让我最大效率地 发挥我练琴的时间 因为我就知道 很清楚地知道 我在训练哪一块肌肉 那我觉得他这个研究方向 就非常好 他完美地结合了 他的兴趣爱好 和他这个所谓的专业 专业 最后他能够走出一条 自己非常独特的一条路线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些带给我的成绩感 或者愉悦感 我觉得甚至可能比一些 拿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可能更加深刻吧 那现在在中国 这个大的音乐环境是怎么样的 你觉得跟你当年学琴啊 就是我想你当年学琴那个时候 其实钢琴已经在中国 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小孩必须学的一门 像我们说特长也好 爱好也好 那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孩子 真的非常幸运 因为他们的选择 太多了 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多 当然有的时候 我也会蛮为他们心疼的 因为他们其实有的时候 时间表拍得比我还满 但我觉得其实是好事 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要考验的是 你的筛选能力 就是有这么多的选择 扑面而来的时候 你怎么样筛选出 可能在这个阶段 最适合你的一些东西吧 那目前对于你来说 你在这个音乐专业上 虽然我知道你的还在 办各种音乐会 各种演出 但是对你来说 这个钢琴演奏家这个角色 和你的这个教育工作者 这个角色 哪个会更重要一些 我一直觉得这两个角色 其实是一个硬币的重反面 我觉得他们是 其实分不开的 因为作为一个好的 一个教育者的话 他其实也能够 很好地帮助我的演奏生涯 因为我觉得像我现在 对比我的演奏 和可能五年前 我全职作为一个演奏家的时候 我会觉得 其实现在我的演奏更成熟了 而且我更加懂得怎么样 站在听众的角度 去思考很多问题 包括像演奏的风格也好 曲目的设计也好 我觉得可能我会更加全面地 来考虑这个 一场演出吧 所以我觉得 当然演出的这个 第一首的资料 第一首的体会 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的教学 所以我希望我的未来 还是能够把这两个身份 能够很好的结合 那对于现在 就是从国内来到纽约 来到美国 来打拼的这些青年音乐人 其实在纽约有非常非常多 大家都希望 就是在这个国际舞台上 能够有机会 展示自己的才华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机会 第一是靠机遇 第二呢 就说 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 给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 对 那对此你觉得 现在的这个音乐环境 对于这些青年来说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以你自己的这个 亲身经历来看 首先我觉得 现在这个时代 应该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 其实对于 搞音乐的人 搞音乐的人来讲 包括来自亚洲的 这个音乐人来讲 我觉得都要好 因为其实 更容易 对 更容易 一个是更容易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裔 在进入这个西方的主流社会 那所以我觉得相比当年 我来的时候的话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真的比当时要方便很多了 当年你来的时候 你觉得让你让你觉得 就是印象深刻的 或者是比较难的 或者是比较让你心酸的一段经历 有没有 还是非常多的吧 因为我来的时候非常小 然后当时在美国也没有亲人 所以我觉得很多 包括语言 生活习惯 包括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文化差异 我觉得都需要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 马上的调整自己 适应自己 那在那个时候 我们也知道 就是在音乐圈子 可能有三次 这个华裔的 这个一个辩解 纽约会客室 由Chase赞助播出